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的农村来到北京草场地 经过简单的培训他们就开始就去拍了 最后他们做了一人做的一个短片 都是跟村民自治有关系的 做完以后这个计划结束了 因为这个DV机都送给他们 那就问他们愿不愿意拍 他们都说愿意拍 最后他们就继续再拍下去 那我跟他们一直这种合作的下 一直在继续做这个片 现在这十个人有四个人一直在拍 每年拍一个片子 名字都是叫我的村子2006 2007这样继续下来 这个片子本意亮出还是指 我们能不能解放自己 示范出自己 坦然面对在我们这个计划过程中间 他怎么样能够消除怀疑 彼此信任 因为这过程里边这四五年的时间里边 最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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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就是 我们彼此之间不信任 我和他们之间彼此不信任 农民之间他们彼此也不信任 互相之间都比较多的是 肚皮观似比较多 最后我发现这个事情做的不是解决一个 会不会拍纪录片的问题 能拍的好不好的纪录片 这个不用实验 这个已经证明他们是能够拍 而且拍出很好的东西 但问题仅仅不是拍纪录片 中国不缺拍纪录片的人 农民拍纪录片目的不是仅仅是让农民拍纪录片 我觉得还是一种公民意识 超越普通的真实 一般的真实 我们纪录片我想的不仅仅是把真实 把它放到桌面上 看看这是真实 它应该是有一种透视 像X观一样的照亮的东西 这个 周写彬的这个饥饿的村子 他的外婆临终前的两年的生活 他记录着 他选择了一些 他另外还有15个 跟他奶奶一样大的年纪 他们是活着还没有死 他奶奶死掉了 他这些老人就在他的镜头面前讲 50年前的饥饿的故事 挨饿的吃 没饭吃 怎么死人的 死了以后 抬不动人 都是这些例子 故事 把它搁在一起 和他的奶奶的这个 林宗前的两年的生活 放在一起 这片子有很强的 主观的构造性 他拍到有小孩 有年轻人 还有中年人 在他片子里面全部没有 他剪掉 他不需要 他就需要一个老人 因为他的主观 其作用是 他要在剪辑一个 他认识的村子 而不是他现实的村子 但是所有的材料 都是从真实的拍照来的 他剪辑就把它剪掉了 但是他离开了这种纪录片的 通常的所谓客观性 他强调了他的主观性 强调了主观性 最终我们看到的 他的成功就在于 他的创造性 这个创造 就是超越了一般的真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